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土德想要变成他娘的专女儿的想法是这样的成绩 不免让人连想起仅在数月之前 同样是这个宋土德参加了加油好男儿杭州赛区的比赛 后来比赛的结果不尽如人意 难道是他因此事去做男人的勇气吗 对于宋的想法社会上普遍十分认同 认为这是宋对人性的回归 但是对此科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对宋土德的真实性别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 结果之论下来宋的性别问题 非但没有雪乐学出反而越发越模糊了 不少科学家甚至对宋土德 有没有小鸡鸡都提出了距离 从生殖系统的构造来看 男性的主要器官多代体败 多点意味着受益 女性的主要器官多代体败 是不是象征着收受呢 一类一败 一凹一哭 全身忌讳阴阳交责 人类即使才能够绵绵繁绵 生生不息 男性和女性在体贞和心理特征上 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基于宋土德的体贞 我们无法得知 如果张子怡届时硬邀给他操刀的话 也许数后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 现在我们不敢网言 但是科学家们发现 宋的心理特征完全不同于正常的人类 对此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甚至动物学家们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但是如果把宋土德放在不同于男性和女性的第三性的位置上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么多年来 宋土德对性的问题一直保持着一呼形态的热情 首先是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供应大使的宋土德 对酸洋药的热衷程度令人费解 他为什么选择代言此类产品呢 有科学家提出两种推特 一是他是不是必须通过壮阳药来珍藏自己的男性特征 二是他是不是意图通过壮阳药来给观众传达 自己是个男人的心理暗示 此外他对只有中心美的李宇春充满了敌意 是李宇春健康核实的中性形象 让他的心理不平衡 还是想极力撇清他和中性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怕怕了他的心天我不是女生 顺着这个思路走 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总是和他弟弟唱双黄 千万百姓影射自己和某某女明星有染了 奇怪的是 他虽然总刻意表达对女性美的渴望 可是实际上就对漂亮的女明星 无意外的惆怡 并进行极端恶毒的人生攻击 甚至连刚出生的女婴也不放过 是不是出于他对女性的嫉妒 但令人奇怪的是 他只是咬住朋友观众人的小美女刘亦菲 说刘是变性人 其动机一直无法解释 但实际今日 他突然宣布自己要变性 这两者之间 我们似乎不难看到了某种联系 举止精神害徒 心里粗朽迷离 宋祖德 世男世女 遭质疑 种种一团 今日节 请继续收看 小力看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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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气看世纪